大家好,我是最,欢迎来到本期拳皇98C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灯神大战拳王亲王,双方全主力过招 那么灯神开场用特为首发队杠七甲胜 七甲胜这个角色是非常容易实现一套死的角色 因为他有一个变身脸 距离不够,距离不够灯神肯定抓到机会快速冲出 冲出来之后能不能再抓一个机会将他带走 好的,灯神满气了 满气出清空间两点直接上高轨喷拳,你我这 好,再来一发 不行的话继续来 能量喷泉周接大灌篮 哎呀,让灯神挤满一管气 就是连方大招,没得商量 第二个回合拳王亲王的玛丽 现在玛丽跳低快速抢空 特瑞是步步后退,玛丽再次跳低压住一个起身 轻角一点 特瑞防好以后又向前快速冲刺了一把 那么玛丽做防守 特瑞快速挤满一管气 挤满一管气,特瑞又要大开杀戒了 能量冲上能量喷拳,然后接一个下中角 能量喷拳,大灌篮再来一发 又是这么一个情况 前往前往就剩下一个草蹄精了 全王亲王该何取何从啊 草蹄精也是全王亲王的拿手好戏 哦,开场中了一发倒影 替下中角进大股来做取消 前脚一点后跳 后跳地也是试图打对手一个乱动 即便打不到也不会有什么破诊 非常安全的一招 那草蹄精切换模式直接上超杀无视 其实不是改双的上去 一个cd,两个cd,前清嘴这个波 两次地波,三次地波 哇,前运阳崩,升龙 最后揭发无视 应该要成功收割了吧 成功打晕了,那等于是收割了 今天也让灯神见识到草蹄精的威力 毕竟是国府草蹄精啊 接着来看灯神的游历 游历一直向前浅冲死 那么草蹄精还是用奈尔洛让对手倒地 倒地之后并没有释放 无视而选择暴击之后再打一套超杀联 试图 但这个超杀联太难实现了 后面灯神肯定是会严防死守 哎,超杀联又上了 感觉今天是拳王亲王那个秀场 哇,两次四地千元扬 哎呀 灯神剩下一个板气凉了 第五个回合 那看板翅梁是如何接招啊 板翅梁他要不要快速挤满一管气 他拼命的在找机会挤起 我想拳王亲王应该不会给他个机会 那灯神先打上一套普通莲 草蹄精抢反之后 快速点了个下精角 然后逆下过程 追一臂又没有追 其实刚才不是追发一臂 现在用一个贺斩下断 打到了灯神 超杀并没有做一个好的取消 因为不在角落 不在角落取消也是可以的 哇 最后还是被灯神取胜了 这因拳王亲王有电邪号的15 再看拳王亲王的气甲设 因为高端局 容错率太低了 立下过程 特瑞发动一个潜潜操作 再潜潜 强制压制强制炮帮 冲拳取消 下周角大观的 连续三发冲拳周杰大观 来追加一个地波 扔上去 跳cd 后跳前跳这样子 那气甲设 再发起下一波进攻 Curry刚才第一波不要慌 有的是机会 Curry 一发高给喷拳 现在灯神的实力是大涨 可以看出他的操作是灵活了许多 那拳王亲王进步也是不小 哎呀 被潜潜中角又登到了 到月踢爽到月踢 每天玩的话 手感确实会变得越来越好 第二个回合 拳王亲王的玛丽 开场中了一发到月踢 利用集气的方式引诱拳王亲王上当 拳王亲王还真上道了 下千里下这一个B棒 玛丽大招之后借一个圣龙甲 又满了一管气 还会不会用玛丽台风制裁下登山 我觉得应该会的 宝拳最后一发玛丽台风收割 好的 看灯神第二个角色 尤利 尤利这种高爆发 灯神这一波能不能表演好 他想高爆发必须用满气才行 拳王亲王现在需要紧 哎呀 又被潜潜破防了 我正想说拳王亲王应该很快的压上去啊 但是好像压不住 玛丽再后跳 后跳前冲 在武艺中玩法 哎 跳低被下C掏了 但是不应用黄大圣龙对空了 落地起身之后游离还有一颗气 还有气 哇 刚了 刚完之后 接C头接飞翔拳 飞翔拳两段 这是属于防御反击啊 刚才D相当于 也相当于强反 伤害不是很高 咦 玛丽再抓一下 华蝉直领头开了 华蝉一个爆栓 哇 没有接爆栓 玛丽其实刚才有更大的野心 再来一套的话 灯神必往 但是灯神也是猜到拳用亲王会接着伟廉了 好的 华蝉结果爆栓 一点血 玛丽台风 现在灯神又上一个板击梁 来看第四个回合 灯神的板击梁出马 好 板击梁点发下盘 然后试图前前攻击砍刀手 就这么没了 接着看全王前往最后一个草蹄精 第五个回合 草蝉精先拉后爆气 板击梁利用前前攻击 接飞翔脚飞翔脚接波 波接生龙砍刀手 生龙砍刀手砍刀手 清掉一点 远地闪神 想变招 清掉点啥 在这个浅冲 草蝉精爆气状态 灯神也是需要小心一点 一旦中了超杀莲 草蝉精 草蝉精中了一发 天地帮我全能 没有了抢反草蝉精 而且血量还特别的少了 那灯神 抓的机会很容易将他给一套带走 哇 荒咬毒咬 这局全王前往有望翻盘 cd两段耐尔弱超杀无事 咦呀 中间居然没有做一个连招的取消 这样的话并没有把灯神给一套带走 没有一套带到灯神可就要爆发了 这一局啊 替全王前往感到可惜 这么好的机会 他居然失误了 超杀没有做取消 来看全王前往的气假设 灯神已经连拿两分了 灯神到一踢 然后集气 前车过去 下青脚下七四碎十踢 下青手中招 呀语呀语 来一包 居然不出抱拳 咦 清拳点啥 下青脚 呀语呀语 来一发跑拳 炸炸 切换一下 启生 不需要再切换模式了 接着看第二个回合 灯神的游历 现在游历迅速想积满一管气 加上一次跳A不了被C投了一下啊 踢一脚 跳C来了 蒸气拳又自作一发取消 大招 中间再做一个循环 呀语 前脚切一下模式 暗黑地狱招了又来了 空中一发CD 前清拳残脚 残脚接爆摔 爆摔再抓一个大 灯神 仅剩一个板切梁 这一局拳王亲王是玩的超6了 拳王亲王能不能穿三血痕 其实拳王亲王一向是非常稳的打法 没那么浪 飞翔就砍刀手 高端局中还是稳一点比较好 鞋架车被打一套之后不疼不痒 但是还趁这个机会积满力管气 其实打伤害不是主要目的 刚才那一波就是为了拉开距离而集气 飞翔脚砍刀手砍刀手 鞋架车就这么废了 来看拳王亲王的马力吧 拳王亲王今天没有选择八神 其实在很久之前的话 他是用八神做主力手底的 前段时间 飞翔脚接波飞翔脚砍刀手双段 前脚一点之后来一个头 前脚再点还想再头 开掉之后板鞋梁又是快速后后前前天地霸王拳 双段砍刀手之后 马力又没扛住 大家亲王最后一个草蹄精 第五个回合 好草蹄精先拉一个后接独了图 中脚之后草蹄精直接暴击 暴击做防守 板鞋梁又满了一管气 草蹄精中着 哎呀 草蹄精直接用一个下段的架招 嗯啊 被抢反了 被抢反之后草蹄精要再开一套暴击 他有机会 那草蹄精也要抢反了这样下去 幸好板鞋梁不是超杀脸 要不然后果非常的危险 草蹄精再暴击 板鞋梁又开始浪了 板鞋梁也试图挤满一管气 他真挤满了 全用全用压的不够紧 给灯身一空档时间 哎呀 哇 草蹄精一直在试图破防 就是破不了 现在血量一点终于破防了 清腿七 是不是干一个cd两个cd 接大折替 全王亲王要下死手 不再十五 不是 帅气手底 比方现在来到2比1 我们马上进入到下一局 下一局的话 全王亲王 仍然用气夹射进行走吧 钢cd应对 升龙 残角扔一波 让跳飞快速再压上去 下进手下进脚 跳A被抢了 但是也不用慌 又来了 立下过顶被原地闪身 逃一波 炮拳 下进脚 亲手 来一炮 接着看灯神下一个人 第二个回合 灯神今天是吃七夹射的亏了 在灯神搭着阳神的时候 就被七夹射搞得晕头转向 全王亲王仍然是把他制裁的服服帖帖 哎呦 小游离速度快 不把七夹射放在眼里 飞翔拳飞剑凤凰角 坏速带走 接着看拳王亲王 第二个人 第三个回合 拳王亲王的玛丽 又现身了 玛丽先做一个防守 闪到背后来上一脚 哎 向前手 圣龙甲 还是来了 哦 没连住呀 玛丽现在不好爆一气 对 不出我的手 他真的爆气了 跑跑 超杀 玫瑰 这把玛丽台风着实很秀 这局看来灯神呢 又是很难取胜 全王亲王有可能把比分拉平 他灯神的板几梁 第四个回合 板几梁又要开始偶拉偶拉吗 起身就是圣龙拳接一个飞翔角砍刀手 利用高速度高节奏 来打压全王亲王 对 玛丽的话 节奏没那么快 他属于一个半投机选手 打拨以后 接一个圣龙取消平台就砍刀手 熬了熬了 哎呀 空中一投也是可以 那么现在就来到巅峰对决了 全王亲王的小草 这是目前平台上最秀的小草 看这一局全王亲王 跳进队压一块中段 中段之后再做起手 哎 砍刀手做防守 小丁爆气 还是被飞翔角砍刀手 接个波打中了 上轮取消砍刀手 上轮取消飞翔角砍刀手 砍刀手 清掉一点 投机被拆 哦 清掉两点 哦 中脚踢上 接超杀无视 中段被生 哎 砍刀手飞翔角又来了一下 天地霸王拳 波 波接死 哎呦 这样的话 并没有把全王亲王给打服 现在还剩一点血 全王亲王没有气啊 没有气的情况下 还是EX模式更生一筹 那全王亲王就交代了 Genau we are we are we a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